把黃國昌拿出來 就這個人背叛了你 這個人背叛了你 現在民進黨才是你的朋友 我覺得他是要對年輕人去 訴諸去號召這件事情 那裡面當然剛剛啟明給我講到 非常不妥的 比如說做靈堂 比如說 罵說你在哪邊出沒我會去賭你 或甚至是說跑到 中興大樓裡面去拍黃國昌的照片 那去警告這樣的意味 甚至是 還有那種網紅四插帽等等 帶頭教人家怎麼去肉搜人家的小孩 這件事情 都是非常的 沒有道德而且是違法的行為 但是這些行為我都知道 他們做的不是在立法院議場內的工方 他是想要把所謂的年輕人 透過這場所謂的要複製太陽花2.0的活動 把他號召回來 但是真的一樣嗎 我想吳征是太陽花世代的代表人物 應該也非常清楚 居夫不好意思我問一下 因為你說四叉貓 教別人怎麼肉搜黃國昌小孩 這個在哪裡 我找不到 等一下我給你看PTT上面 第一個是我覺得許甫你還是要提出證據啦 因為你剛剛很明確指出 不好意思這個的確是有的啦 我這樣秀出來的話你就會尷尬囉 我刻意叫大家去肉搜黃國昌小孩 因為他直接說是流宇啊 是四叉貓 不管是誰 但我並沒有 不不因為他直接 我覺得這是蠻過分的 你是不是這樣的行為 我不支持啊 所以你說流宇有的話 因為我也認識他 我想說他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你要指控這個人 我覺得你剛剛講就有點過分了 因為其實你昨天是在節目上面 直接也說不支持這樣的行為 但所以我不懂為什麼今天還要針對 到底是誰 因為他扣一個流宇帽子啊 好是不是流宇跟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所以你現在是幫你的朋友在辯護還是 這個可以理解 我現在可以說劉采薇嗎 劉采薇 任何人做這種行為我都不能 那你就是講了一個人 我們現在針對這個主題在講的時候 你會扯到 他如果沒有的話你要不要更正 四叉貓做出多少這個毀謗人 而且肉搜人的事情 所以他之前有肉搜別人 你就說他有肉搜黃國昌小孩 根本沒有吧 整個討論的重點 對啊你又天理了 所以你在抹黑別人啊 一個人沒有做的事情 你說他有做這不是抹黑嗎 主持人我有臨時動議 我有臨時動議 我想要給 臨時動議要先出來 我想要給那個觀眾朋友 還有吳征看一下 這個ID是不是你朋友 那個是不是那個網紅 然後他後面後面還有沒結完的 他教大家怎麼樣去肉搜 他沒有寫出來 然後說誰誰誰的兒子是怎麼樣 他身份證是地基碼 然後財產世報書也可以看到他的 然後你可以花10塊錢去找 有沒有嘛 有沒有 有啊 他說他沒寫出來 他教大家 我的方法是怎麼做的 我沒寫出來 你們照我的方法做 就可以肉搜到他了 有沒有啊 這個找人地基查詢的方法